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要学一下扎握中类的继承的特点 那扎握中类的继承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内容拷贝出来 好,复制 再新建一个 叫做Dymo2 Tens的EF,TNDS 好了 然后呢,把这个内容传过来 承受V 说握握中只支持单继承,不支持多继承 然后呢,我在后面写了一句话 一个儿子呢,只能有一个爹 只能有一个亲爹啊 好,那现在 只支持单继承,不支持多继承,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写几个类哈 class 叫DymoA DymoA 然后呢,里面呢,有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show 好,这个 show 方法呢,它里面输出一句话 好,就输出DymoA DymoA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类 class 叫DymoB 然后它里面呢,也同样有这么一个收方法 复制 然后它输出的是DymoB 来看一下,我再来一个呢,叫做class DymoC 好了,那现在DymoC 我让它继承了DymoA,又继承了DymoB 你不说不支持这个,只支持单继承,不支持多继承吗 那我非要让你多继承,看看会怎么样 对吧 我们假设它可以的 DymoC DymoC 然后来一个DymoA 然后再来一个DymoB 来,大家看一看啊 我现在让DymoC继承了DymoA 并且也继承了这个DymoB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我问一下大家 你说它为什么不支持这个多继承呢 多继承有什么问题 从我这代码上能不能看出有什么问题 多继承 它的问题就是有安全隐患 为什么有安全隐患呢 如果DymoC继承了 它可以同时继承DymoA和DymoB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DymoC可以拿到的是 两个兽方法 而这两个兽方法里面的 语句体是不一样的 它输出的是DymoA 它输出的是DymoB 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 这个M在就调用的时候 到底调用谁啊 你看 现在我是不可以这样 创业对象 DymoC 然后呢 DymoC 就等于了 NU一个DymoC DymoC里面相当于有兽方法 所以我就第一点兽 来 来看编译 大家看 错误了 他说错误 需要大号 他认为在这儿 你应该就停掉了 不应该再写那个逗号后面的内容了 所以记住啊 扎瓦只支持的是单继承 不支持的多继承 因为多继承 它是有安全隐患的 听到这话意思吧 你看 难免出现这种情况吧 如果你要是多继承的话 那么两个类中有同名的方法 一模一样的方法 但是里面的方法体 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 无法判断到底掉用哪一个了 这就是 扎瓦 单继承的好处 因为多继承 是有安全隐患的 好了 那现在我们把它去掉 那你看再编译 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运行 那是不是 输出是 DemoA里面那个受访法 相当于DemoC给承下来了 对不对 咱们在这里面 不是掉用这个受访法吗 好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扎瓦不支持多继承 然后有些语言呢 是支持多继承的 格式是一个摊子的 然后类一类二 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我们扎瓦是不支持的 但是扎瓦支持什么呢 扎瓦支持的是多层继承 什么叫多层继承啊 儿子继承父亲 父亲在继承爷爷 一层一层继承啊 好 那么大家来看 我改一改 这里面我们叫做Mister的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DemoC 继承的是DemoB DemoB呢 那它继承的是DemoA DemoA 这叫什么继承 C继承B B继承A 那么A是不是就是爷爷了 B是不是就负了 C是不是就是子了 明白了意思吧 哎 这叫多层继承啊 那好 那在这里面咱再写个方法 Public 然后呢 Void Print方法 好 那我打印一个 打印一个DemoC 这样的话 我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继承体系 以后呢 我们在学一些类的时候呢 要学一些继承体系 就是它的负类啊 它的爷爷类啊 包括它的子类啊 可能这个体系 我们都要去学一学 哎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产生一个继承体系啊 最顶层的是哪个 是不是DemoA 最底层的是谁 是不是DemoC啊 哎 好 那么再往来看啊 说扎握中继承的特点 如果想用这个体系 所有的功能 用最底层的类创业对象 这话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也说 如果你想使用这三个方法 想使用这三个方法 那你应该用谁创业对象啊 是用DemoC啊 那两个方法相当于都继承下来了 那如果你用DemoA去创业对象的话 怎么着 是不是只能访问受方法啊 记住啊 子类可以去使用负类东西 但是负类不允许使用子类东西 因为他并不知道儿子里面定义了什么功能 定义了什么样的方法 明白这意思吗 哎 好 那现在 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个体系中所有的功能 就创建谁 是不是创建DemoC就可以了 想再来看 如果想看这个体系的共性功能 就看最顶层的类 那整个体系的共性功能 是不是最顶层类 它这个受方法 是B里面具不具备 是不是具备啊 C里面是不是也具备啊 所以要看共性功能 就看最顶层 那么要创建对象实用功能 就要最底层 那么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一个特点啊 好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